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以为你知道的越多便会越危险 是我考虑不周 即便危险没有降临 你也在为你所不知的真相承担着他人的指责 还以为是自己的错 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委屈 你可以骂我 博弈 就咱们现在这个相处状态 我估摸着 你以后要麻烦我的事可多了去了 不过我牵连你的事情应该也不少 所以咱们就别分你我了 不如你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害怕吗 既然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 那只有对敌人足够了解 才知道怎么一起去应对啊 黑色的邪气 来自于一个叫眼的妖物 眼的本名叫莫长安 曾是玄境派的弟子 他偶然得到寒冰石后 心致被主剑吞噬 咱们掌握 他不是她 夜 快 别过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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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不让眼眉获世间 我与菲林一直在追寻眼的踪迹 与其颤抖多年 眼看就要将其消灭 然后呢 然后我便来到了这里 那 那眼呢 眼要跟着拉了吗 是 我也是看到那人身上的黑色邪气之后 才确定眼也在 念 念菲林呢 他 他来了吗 当时只有我和眼 掉入了空中裂缝 伯爷 其实这里不是你的世界 你可以什么都不用管的 你大可以趁着演不再游戏世界了 赶紧回去 好好和你最挂念的菲林 一起过上你们盼望的安宁日子 不可 我伯爷以守护天下苍生为己人 不管在哪个世界 我都不能允许演这样的妖物为祸人间 我一定要找到寒冰石 绝不能让他落入眼的手里 我相信如果菲林也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会跟我做同样的选择 找寒冰石跟找回去的方法 并不冲突啊 我们可以双管齐下 我可以帮你 谢谢 不过这个眼是不是特别厉害 只有我跟菲林联手 才有可能将他结拜 那我要是碰上眼的话 那不是 必死无疑 虽然这也是事实吧 但从您口中说出来 我怎么这么不爽呢 被你气饿 我找吃的去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摆这么高啊 我 standpoint的 Bing在楼上 你怎么这么回待 你怎么这么回事 你怎么这么做 你为什么很熟 你怎么这么回事 那个小让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